好好听FM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邓凯铭 在这里我们来谈谈我最近看到的一些生活财经大小事 这个星期我们要迎接7月27号从三级将到二级的警戒了 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虽然通案性的原则不变哦 就是外出还是要记得戴口罩 再来实联制,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呢,集会场所 改成室内50人,室外100人的限制 而第五呢,就是餐饮内用 不过,这还是要依照各县市的规定做办理 另外啊,婚宴还有包括公祭可以开放咯 公祭一样是维持室内50人,室外100人采梅花座 婚宴也是啊 但是呢,还特别强调 婚宴虽然可以办,但不能敬酒 另外,八月份呢,即将进入民俗月 中原普渡的活动是可以办的 但是绕境,进乡,还有游行 都还是必须禁止 户外活动的部分有松绑 水域活动开放,但是呢 还是要戴口罩 超商跟卖场开放内用 但要依照各县市的规定办理 而幼儿托育也适度的调整开放 另外,开放国民旅游 50个人以下的旅行团是可以成行的 不过啊,随着警戒降级 有些生活上的财经大小事 也是跟着上权益的必须调整 之前呢,为了不让民众群聚啊 或者是频繁的进出银行办事情 所以呢,给了网路银行转账 手续费减免的优惠 今晚会医行局说呢,原本5月20号开始的网路银行 包含行动银行啊 跨行转账免收手续费 还有ATM的跨行转账减收手续费措施 会从降到二级当天开始 仍然提供七天的手续费优惠期限 但是呢,最后就是从8月3号的凌晨起 就要恢复收费咯 但是仍然维持着500块钱以下的 跨行转账可以免收手续费 另外这个星期是7月的最后一周哦 有很多的股东会也即将登场 警管会之前呢,曾经公告 实体股东会的场地容留人数 是室内20人,室外40人违宪 但是呢,配合指挥中心调整 现在啊,征齐局表示 从7月27号起 股东会的流融人数 则可以限制依照指挥中心 最新公告的办理 也就是室内可以扩大到50人 室外呢,有一百个人集会的规定 来办理 而这个星期 很多的财经大事 不只是股东会哦 还有重量级公司的法说会跟除席 以及呢,美国重量级的公司财报 另外啊,今年夏季的重头戏 就是联准会要公布最新的货币决策会议的报告了 那先说呢,美国科技股的财报好了 包括苹果、微软、特斯拉等等 重量级的科技公司财报即将要揭晓 星期二就是特斯拉的财报 星期三是苹果跟微软的 星期五则是亚马逊 大型的科技公司最近呢 重新成为了股市市场主导的力量 苹果、微软、亚马逊这些公司 七月以来累计上涨幅度都超过5% 财报看起来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去 另外啊,联准会 联准会会在台湾时间礼拜四的清晨 宣布货币的政策决议 市场预料应该利率按并不动的 但也相信主席鲍尔可能也不会释出太多令人意外的讯息 但如果他谈到缩减购债计划 那有可能就会牵动股市跟在市值利率的走势了 市场尽管认为通宏居高不下 但是呢,改变利率政策说法的几率应该也不会太大 市场比较有机会听到的是 预计年底前会逐渐的缩减购债的一些条件 这种说法可能性是比较高一点 另外啊,最近美股呢,又往上攀高了 可能是在反映美国要公布的第二季GDP 预料这可能是疫情之后经济成长最强的一季 毕竟解封嘛,所以呢,经济有复苏的力道带动 另外,在台股的部分,国内股市的部分 礼拜一有台积电的股东会 还有富邦金跟国泰金的出席 礼拜二呢,是联发科的法说会 还有面板厂群创的出席 到了星期三,换联电跟星星电子举办法说会 星期四是友达跟进法说 而在塑化龙头厂的部分是台肃的股东会 另外,礼拜五,台肃就要随即出席 投资朋友可以多加注意这繁忙讯息的一周了 而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投资人不能亲自参加股东会 以前股东会呢,是股东们一年之中 唯一可以最接近公司大老板 问清楚公司前景的时候 今年呢,遇到了一点阻碍 不过,没关系,还是有很多新闻资讯可以截取的 上个星期,国内的IC设计龙头大厂联发科的董事长发表谈话 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分享 他说呢,他很担心台湾现在国内的教育 还有人才的结构,跟我们的产业前景 到底他为什么会这么突然的担忧呢 他说啊,台湾的基础研究能力落后了 蔡明杰董事长说,台湾受到扫子化 还有国际化的影响逐渐加大 本土的科技人才荒已经开始出现断层 人才不足,势必影响国家的科技发展 尤其呢,近年来啊 在新兴科技领域的部分 像是什么人工智慧啊 量子计算啊 量子通讯啊 台湾的基础研究能力跟成果都落后很多 蔡明杰强调说呢 在顶尖的国际会议上啊 发现台湾关于人工智慧的论文发表数量 已经少于韩国跟新加坡 还有很多先进国家都已经发展出 量子电脑跟量子通讯卫星等等的这些技术 还有很多高中生呢 直接选择出国念书 这会让未来的人才外流 尤其根据教育部统计呢 从2010年高中生除直接出国念书 只有476人不到500个人 但是呢 才不到8年的时间 到了2018年 已经增加到2000个人了 蔡明杰说 大学入学考试政策的变动 会牵动高中学生的学习重心 跟学习资源的配置 如果考试的政策规划 可能导致高中数理教育被忽略 甚至有可能会失去学生跟家长应用的重视 这也势必会影响未来学生的竞争力 蔡明杰说呢 长久以来啊 台湾的研发人才 恐怕将没有办法衔接 而现在可能会损及到未来 台湾在国际之间的竞争力 这是啊 动摇国本的大事 他呼吁高中教育呢 乃至于大学入学的考试制度 应该要重视数理教育的基础奠定 并能够有效的鉴别啊 数理的优秀人才 因为这影响相当的深远 政府的政策方向 不可不小心的处理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哥财经生活大小事 我是邓凯明 谢谢收听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记得帮我们分享给您的亲友 祝大家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